我們一般當然都認為 Gen Z 就是思想潮流走得很前面 不傳統 可是殊不知他們現在有這麼一個潮流 這個側纖的潮流竟然是讓人覺得非常非常傳統的 所以今天我們來看一下這什麼東西 大家好我是Paul 最後到中文英文一起讀 他的標題是 Gen Z Tattoo Trend Reveals Startling Truth About Young Women 這個Startling 就是令人震驚的 令人覺得呼呼呼這樣子 Startle Startle St-A-R-T-L-E Startle 一般就念著 Startle Startle OK 好 所以有什麼事情會Startle我們呢 我們就往下看一下 我其實可以簡單的說啦 就他們竟然把他們的就是娘家的信 就從 因為你知道冠夫心這件事情 那他們會把你這個原本的信刺在自己的身上 好 來我們看一下 So a new trend has unearthed how old-fashioned some young women still are 所以他們竟然這麼的老派 很 old-fashioned 這些年輕女人 Gen Z is often seen as the fresh thinking and more provocative generation who challenge the mindset of boomers and millennials with their baggy jeans and quiet quitting schemes 所以 Gen Z 通常就是比較 好 這個 forward thinking fresh thinking 而且比較 provocative 他們會比較有挑釁一點的這種意味這樣子 挑戰這些 boomer 就是 boomer 就是我爸媽上一代的甚至是 所以他這裡沒提到 Gen X 或者挑了一代 然後或者是 Millennial 就是他們的上一代這樣子 但是他們也並不是完全真的這麼的 Progressive 所以這個 Trend 就是他們會 Tattoo 他們的 我剛講 就他們娘家的名字對不對 英文要這麼講到底是 難道要講他們的先前的名字嗎 former name 嗎 倒不是 所以這裡有個詞語叫做 Maidename M-A-I-D-E-N OK Maidename 所以這裡打一下給你看 maidename 我們一般講說 名字這回事好像 我們假設有一個人叫陳大天好了 所以陳大天 這樣子 OK 那陳就是我們中文講的姓對不對 那姓的英文怎麼說 但兩個都是你的 name 所以兩個放在一起才是你的 complete name 但陳就是你的 last name OK 陳反而是你的這個 一般就你知道英文會倒過來 所以你的名字變成大天陳這樣子 所以陳是你的 last name 或者我們稱為 surname OK So last name surname 這樣子 那大天就是你的 first name 或者我們叫他 given name 因為這個是你被取出來的名字 OK 所以這大概是這樣的不同 那有的時候 就你知道中間會再多一個 多一個那個名字是 可能是你的 我們有時候叫 middle name 這樣子夾在中間 這樣子 好像很多人都有 連 Michael Jordan 都有 好像是 Jefferson 還是 Jeffrey 我忘記 But doesn't matter OK 好 那總之你先前的名字叫你的 maiden name 那我們台灣冠夫姓 現在倒是越來越少 嗯 而且我們台灣冠夫姓是就是你原本的名字 前面加一個你老公的姓就好了 所以很多人的名字就變成四個字了 OK 那但是在西方的話 他們的冠夫姓的概念是真的把他們的原本家裡的名字 就去掉了 化掉不要了 然後就用上了你老公的姓 所以在這個層面上 其實我覺得西方比中方還是更 比東方是更傳統很多的說實在的 因為他們會真的把名字給丟掉不要 而不像我們只保留著 灌一個上面而已這樣子 好 所以這邊就在TikTok上面就有 很多年輕女生 Tattoo他們的 maiden name As a nod to their past 就是他們用這個方式來當作是一個對他們過去的認可 好 a nod to the past 那是點頭 所以如果今天我們講說一件事情是 有這麼一個東西它是 a nod to 什麼什麼東西的時候 就是說 就我們對這些東西是覺得 這樣子 OK so a nod to their past as they accept a new surname in marriage 所以你看他們在結婚的時候 他們會接受一個新的 surname OK OK 好然後下面就有說了 很多人就說 我覺得這樣很棒 所以很多女生是支持這件事情 這樣子 OK 所以看到這邊有 Getting your maiden name tattooed after your wedding 好所以覺得這厲害 還蠻酷的 說實在的 你看 台灣會不會做這樣的事情 會不會follow這樣的一個trend 我覺得可能還好 就你是姓陳的價格姓零的 然後你在手上吃一個陳 哈哈哈哈 或者你姓張價格一個姓零的 然後手上吃一個張 然後人家看到就 你手上吃一個張幹嘛 喔沒有我媽 我爸姓張 我說喔 我們會怎麼樣take這樣的事情 I don't know It would sound pretty weird 然後台灣街上 女生一大堆手上吃一個張 吃一個陳實 因為我們的性理之後 就比較commy一點點 這是我們跟外國人 很大不同的一個地方 就我們有時候會覺得 像我跟朋友聊天 你幫我取一個很屌的外國名字 我就想半天 然後給他一個外國名字 蛤那麼常見喔 我說Yeah 因為他們這個given name就是 就是很 就是overlap的是很 就是重複性很高 David一大堆 Michael一大堆 Right Jenny一大堆 所以你可能會覺得 外國人怎麼那麼沒創意 不是這樣說 因為他們的 他們set apart的東西在他們的性 我不能說我沒有遇過 同性的外國人 我還是有遇過 就外國人是同性的 可是絕對比我們台灣人 乃至於就是華人 遇到兩個同性的機率 就相比起來 外國人遇上同性的機會是很低很低的 說真的 OK很低的 而我們華人遇上同性的機會非常高 你看我剛剛隨便講 姓張姓陳姓林的 你認識幾個 你根本算不出來好不好 所以我們的創意只好發揮在 我們的名字上面 因為我們的性發揮不了創意 而他們則是 他們的性本身就很有創意很獨特了 所以他們的名字隨便取一個都沒差 說實在 而且像 據我知道 就在國外 如果是你跟一個誰比較親近的話 比較親近的朋友 你不見得會叫他的名字 我的好朋友是 David 然後 我就不會叫他David 說不定 我跟他很好 我反而叫他的姓 因為沒有其他人會叫他的姓 大家說不定只知道他叫David 連他姓什麼都不知道 這樣子 不像我們台灣 請問您 我叫我張先生就好了 張先生 全世界有幾個張先生 可是再 國外一次 What's your name Dave Just call me Dave 你不知道他姓什麼 好朋友知道他姓什麼 這樣子 OK 所以我以前在讀高中的時候 我就注意到幾個白人同學 他們特別好 我只知道這個白人叫Matt 另外一個白人叫Dave 可是他們彼此不會稱 彼此Dave跟Matt 他們叫彼此姓這樣子 OK 所以 所以信對我們來說 跟外國人 事實上 意義上是我覺得不太一樣 好後面這段稱號多 沒講什麼英文 有點對不起大家 But still 我頻道就這樣做 你爽你就看 不爽就不要看 好啦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